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的代工市场份额预计到2026年,将比2025年的70%再提升 根据最新报道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其在先进制程技术上的持续领先以及众多顶级客户的信赖 今年4月,台积电已经开始接受2nm晶片订单,凭借其卓越的良品率 成功吸引了包括辉达、AMD、苹果、高通、联发科等在内的众多大客户 此前有消息称,台积电2nm晶圆的价格为每片3万美元 但最新消息提到,价格将略低于这一数字,这可能会促使客户下更大的订单量 相比之下,三星的2nmGA技术尚未获得任何知名客户订单 这使得更多企业选择将订单集中于台积电,使其今年的市场份额增加至70% 此外,台积电的3nm晶圆单价约为2万美元 至于更先进的1.4nm节点,预计要到2028年才会开始生产 在此情况下,三星可能会优先提升起晶圆代工市场份额 因为主要企业可能会采取双元策略来降低成本 月前,三星已启动2nm工艺Exynos 2600原型晶片量产,显露出追赶台积电的野心 但台积电这家半导体巨头,凭借长期为苹果等顶级客户稳定供货的卓越声誉 以及其领先行业的晶圆代工技术,仍有望在竞争中遥遥领先 据业内报告显示,随着2nm晶圆订单将成为台积电2026年业绩的重要推手 每片晶圆价格预计接近3万美元大关 另外,台积电凭借惊人的良品率,已获得辉达AMD、苹果、高通、联发科等巨头的2nm订单 手握众多顶级客户资源,该公司市场份额预计将从2025年的70%预升至2026年的75%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报告并未明确标注台积电2nm晶圆单价为3万美元,而是指出价格接近3万美元 若消息属实,这种定价策略或将自己客户加大订单量 相比之下,3nm晶圆单片定价约2万美元 鉴于三星2nmGAA技术尚未公开任何重量级客户,科技巨头们势必蜂拥投向台积电 这将助推起今年市场份额突破70% 虽然这些企业压住台积电是明智之选,但转向超尖端制程的代价极为高昂 据悉,台积电1.4nm制程的晶圆报价恐将飙升至每片4.5万美元 台积电1.4nm量产,预计要到2028年才能实现 但留给这一计划成为现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此情形下,三星欲提升其晶圆代工市场份额 或将把争取大客户的双元采购策略列为首要任务 毕竟行业巨头们很可能采取双供应商模式来优化成本 与此同时,Google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旗舰手机Pixel 10系列 届时将首次采用由台积电量产的Tensor G5晶片 而非像往常一样,由三星代工 这款晶片基于台积电第二代三奈米 制成N3E节点,并采用Infopop封装 面对这一变动,三星自然难以接受 据最新消息,三星正密切研究Google为何转头他人 据韩国媒体The Bell的报道 三星半导体业务下的Device Solutions事业部 近期召开全球战略会议 其中一个重点议题是如何加强晶圆代工实力 三星的晶片业务早已处于困境 Google的离去更是重创 为此,公司正试图查明失利原因 根据Google高层不久前赴台并与台积电敲定一项协议 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台积电将独家生产Pixel 10至Pixel 14所用的Tensor晶片 当前,三星的首要任务是将良率提升至50%并持续优化 三星希望以这些改善重获客户信任 在与台积电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考虑到过去的不佳表现 Google和高通等企业显然会在下单前严格检验其晶片质量 并倾向于采取双重代工策略以分散风险 有行业人士指出 三星代工部门至今仍面临不少技术难题 内部对此颇感忧虑 好在Google在部分元件上仍依赖三星 例如Pixel 10系列仍会继续采用Exynos 5G数据机 暂不考虑改用联发科的方案 Google曾长期与高通合作 但之后与三星联合启动Whitechapel专案 开发字眼SociTensor 其设计基础源自三星的Exynos 此后Pixel系列的应用处理器均由三星代工 即便进入5奈米以下阶段 双方合作仍维持不变 然而在三奈米制成时代 三星面临良率下降 稳定性不足等技术难题 这直接导致Google等关键客户流失 尽管三星半导体业务负责人 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将良率提升至50% 但失去Google这个重要客户 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更棘手的是 Google未来可能采取双重代工策略 进一步分散风险 这让三星的处境雪上加霜 值得玩味的是 Google与三星的晶片合作 曾有过辉煌时期 从联合开发Whitechapel专案到Pixel系列 长期采用三星代工 双方一度形影不离 但技术路线的选择 最终让这对合作伙伴分道扬镳 台积电在三奈米制程上的成熟工艺和稳定良率 成为Google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 对于这次科技界传来重磅消息 Google计划在年底推出的Pixel 10系列旗舰手机中 首次采用台积电代工的Tensor G5晶片 结束与三星长达数年的晶片代工合作 这一决定 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在半导体行业机器层层涟漪 三星内部已紧急召开全球战略会议 重点研讨如何应对这一变故 但更令人关注的是 Google已与台积电达成五年独家协议 Pixel 10-Pixel 14系列将全部采用台积电 三奈米制程生产的Tensor晶片 这一决定背后 折射出全球晶片代工格局的微妙变化 不过 晶片供应链的博弈远未结束 尽管Google在处理器选择上期三星投台机电 但在5G数据机等关键元件上 仍依赖三星的Exynos方案 这种部分合作部分分离的复杂关系 恰恰反映了当前半导体产业的现实 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完全掌控整个供应链 这场晶片代工之争给行业带来深刻启示 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 代工厂商的技术实力和良率水平 正成为争夺客户的核心竞争力 对三星而言 如何扭转颓势重获客户信任 将是其半导体业务能否复兴的关键 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Google的这一决定或许只是开始 更多企业或将重新评估其晶片代工策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